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前的留下 这就是他的关联所在的地方 为什么这样讲 当美国的利率 美国的利率是要多%? 0.25% 差不多要0 美国的利率 如果你买美元 把零级换给美元 然后换在不比美国的利率 然后换在这边一样 它有那个外币的户口 你拿的利息只有0.25% 等于说 美国的投资的经理就借美元 因为低利率 就买那些货币给你高利率的货币 拿一个例子 就是澳币 澳币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 开始把利率拉上来 从3% 调升到3.25% 你想一下 如果我是基金经理 从美国借美元 我还的利息只有0.25% 然后买哪个美元 换回澳币 买澳洲的股市 从那边我已经赚了3%的差距 因为澳币给你3.25% 美元给你0.25% 你已经赚了3% 而且我买澳洲的股市 股价又在起 我又在赚 你看 哇 猪龙进水 两条水进来 那里不好 目前是这样子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 英文叫什么 carry trade 听过吗 carry trade 之前也许大家听到日元是carry trade 因为之前美金的利率大概是5%左右 日元也是靠近零很多年了 所以当时叫做yencarry trade 借资源来买其他高利率的货币 现在美国的利率也是跌到靠近零 同样的 叫做USDollar carry trade 借美元低利率买那些货币给高利率的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 美元大量的流向亚洲 流向亚洲的国家 来马来西亚 来新加坡 来澳洲 来韩国 日本 一直流进来 然后把美元换为零基 然后买股票 买股票 股票又起又赚 那边货币又赚 同样的道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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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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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